欢迎收看蔬食各健康 我是盛智 今天我要做一道中式的点心 迅菇酥 就跟着盛智一起来操作 首先我们先热锅加入橄榄油 洋葱先加进来 洋菇也加进来 把这个料都把它炒到香 加一点意式香料 加入番茄酱 一大匙的厚黑心酱油 一点点的二砂糖 炒香就可以起锅咯 要炒完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来做包的动作咯 就把刚才炒完的内馅呢 把它包进来 把它粘紧 煸一个碗 把它修下来 好 这样就完成我们一个了 上面的这个皮呢 我们刷上蛋液 就可以进烤箱烤了 180度烤15分钟就可以了 一打开烤箱 我就瞬间闻到它这个 这个起酥的味道 迫不及待开始来试吃了 哇 真的是非常的美味 那像这个起酥皮呢 我们在烘焙材料行都有可以买哦 如果喜欢再次呀 自己做的话也可以 就是利用奶油啊 面粉去做 喜欢找到菜的朋友呢 记得按赞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